初歌 鄧建初 港股內憂外患 散戶該如何自處 2023年8月24日 東網 過去三年疫情肆虐 本港採取半閉關自首式政策 經濟活動近乎停頓 人命關天 本事無可厚非 無奈在疫情漸趨穩定時 政府決策官員營窩行牛部 只懂得原用過往 跟隨對手步伐的處事方式 未能接觸先登全面通關 錯失了重新起步的先機 以致被競爭對手搶佔了大量人才 生意份額及國際地位 全面通關後 各韓國業期望本港經濟活動能恢復原貌 可視港人困狂太久 即使機票、酒店費用以倍數上升 外人為人市盈大增 人民幣持續貶值 內地物價變相更便宜 加上零售、餐飲行業等服務態度遠勝本港 每逢假期北上的人數多不升數 香港出現了假期市面水淨俄非的冷清場面 飲食零售業不景、吉舖湧現 經濟環境惡劣 整座城市了無生氣、令人憂心 以往享有美食天堂、東方之珠、匯力之刀等美譽 人財匯罪的國際金融中心可會重演 競爭激烈、不進則退 政策官員應快速對證下約 帶領香港走出困境 美國全方位打壓中國發展、連帶香港也受牽連 金融戰爭在小島已行經年 尤其股票市場成為了外資大力沽空的對象 何其巧合 騰訊700、阿里巴巴9988及阿比亞迪1211等外資股東 已預先張揚會進沽首持之股票 同心一沽、背後自有其政治目的 而美資在新加坡24小時 全天候期貨市場 可輕易建立長期空倉 香港股市場有如沒有密碼的提款機 予取予攜 面對漫長跌浪 如採用初歌近年於聊天室的炒股方法 有壺就食、書則輕微止蝕 就可以在這次巨大跌浪潮 保存本錢資源、還有利潤 而且或仍可保持作戰狀態 不至於與市場脫節 環球局勢嚴峻 影響金融市場 而沽空大軍紮肥而勢 不可見升就追入 更不可見大跌市環追沽 當然每次選股出擊之對象 只有一套準則 最重要的是 簡古命進錄要高材可達至此效果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蔡國鄧建初 這篇稿就是講廣古內憂外患 如何自處呢 香港因為經過100年歷史的發展 已經成為一個很成熟的大都會 很多事情都是講停序的 所以讓人慢一點 這是沒有厚非的 但是有關官員 我覺得應該做出快一點 台風就已經是了 真正已經很快就恢復營業 香港是慢了很多下的 那至於講回呢 就是 因為現在港股面臨的問題 就是不停地跌的 跌了五年 差不多接近 那港股其實的值值 是相當低 也是很便宜 很可惜有一樣 因為這個是一個 美國打壓中國 中國變成了牽靈香港 變相呢 他那個舉票市場呢 是持續下跌 影響到 那些人的信心 還有 有一件事就是 譬如說 怎樣為之金融戰爭呢 你看到這個 北非特 沽1211比亞迪 遠赴 沽988 阿里巴巴 和南非的大基金 沽騰晟700 那 700 本身呢 他講這麼高 要講呢 如果沽青江的話 沽6年也猜不完 所以呢 背後這麼巧 就是說 他們這麼巧 就是 一起做 背後有什麼目的呢 大家自己想想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金融戰爭來的 那 處於這樣的 脂肪呢 咱會怎樣自保呢 就應該呢 就是 妨礙我在聊天室家教法 有烏就值的了 那麼 升到這樣 就有烏就值 這樣呢 就稀微只值得的 就不要值那麼多 那麼呢 就會長期呢 會有些少數的 還有可以保存自己的本錢 有些利潤 迎接將來 那個 光明的到來這樣 那麼 希望大家能夠領悟到這個道理 這裡到此為止 那麼 順便把廣告 那麼 初過在 這個9月的7號 禮拜四 就應該是6點到 8點半鐘左右 就是6點鐘是 茶點時間來的 免費的 那麼 6點半至8點半鐘 有個廣座 那麼 希望大家來聽聽 多謝大家捧場 拜拜 6點半鐘 4點半鐘 是